在青海房车自驾的路上 要问我什么罪之余 那必须是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了 看着看着出现的 有这个可能是吧 哇 我们现在住车的地方呢 是位于青海省的玉树市 我们已经在这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住了好几天了 车对面就是一片河景 非常的凉爽 我们明天要去的这个地方 是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 蓝仓江源区的昂赛大峡谷 这个大峡谷是以保护雪豹而著名的 因此也被称为大猫湖 外来的车辆是通通不允许进入的 所以我们就要离开我们的小小房车了 这个小猫猫已经很久没有上线了 这个包里装了一些比较重的器材 三角架啊 长焦镜头之类的 都是很重要的器材 都是很重要的器材 还是很重要的器材呢 很重要的人一定要背很重要的器材 这位开车来接我们的当地牧民 名叫桑周 他将会作为我们的向导 带我们一起开始一场四天三晚的自然体验 出发了 从玉树前往昂赛需要驱车三小时 一路风景美不胜收 当我们翻越一段险峻的盘山路后 大峡谷的风光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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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席了 在这样的地方 都能爬到一个高的地方 我们给大家拍视频了 刚才已经在旁边的山上看到了一些动物 真的假的 我睡着了刚刚 对刚才你睡着了 看到了颜阳 看到颜阳之后就象征着就可以看到雪豹的地方 因为雪豹是用颜阳进食的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桑州的家 也就是接下来几天我们住在峡谷里的家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房间 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里面有四个床 据说窗户外面这个峡谷前几天就有看到雪豹 峡谷里的墓区生活原始且朴实 为了准备明天早起出发寻找雪豹 我们早早就钻入了睡袋 头顶了 你的头在哪儿啊 顶座了 顶座了吗 在昂塞大峡谷的第一晚 伴随着外面的狗叫声 好 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车 整装待发了 今天实在是太冷了 太阳没有出来 然后有一点阴天 但是向导跟我们说 这种天气是比较适合观察到动物的天气 雪豹的日常活动范围很大 但会沿着相似的路线走动 所以向导桑州带我们来到了一个雪豹频繁出没的山坡观察 它一定就趴在这附近 只是它那个花门因为跟这个岩石很容易混在一起 现在特别像是一个小时候玩的那种 在一个图团上找一个不一样的小动物那种找图游戏 这个形状远看像个豹子 但是静静放大之后 是一个有一点沙雕的石头 当太阳爬上峡谷两侧的山头 我们知道已经过了清晨看雪豹的最佳时机 第一天早晨的观察没有我们预想中顺利 但由不得我们思考 山谷已经开始慢慢苏醒 活泼的小动物们也要开始冒头了 汪汪叶 川上象 花的水 湿 汪叶 川西船 蜀兔 在这儿闻东西 动了动了 弄耳朵了 看到蜀兔匆忙逃跑 桑州提醒我们 这里可不是猛屋的天堂 每时每刻都有丛林法则 正在上街 那景时 后却看了 koş尾兔 秤枣 舞台 舞台 从行街 过来 舞台 一切 这舞台 每年长一岁,就是头上这个角,这个圈,会多一圈,八,九,十,十一岁了。 冬天的时候,这个河谷,就是各个动物都在这棋居,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它就被裂捕了,就留在这里了。 这一刻,我们才明白,这样弱肉强食的世界,才是这片原野山谷的常态。 我们的分配不会是一个人低头吃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观察吧? 对。 那我观察一下,你低头吃一口。 这是从盐阳那儿学到的生存之道,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放哨的,防止自己也变成了棉原的物层。 在这个里面,人类的天敌是谁呢? 金钱吧。 熊。 那遇到熊之后怎么办啊? 跑啊。 是要一边大喊一边跑吗,还是应该镇定地跑啊? 没时间大喊,转头就跑了。 最怕的是熊,现在就是最怕的挖虫草时间,那闪电机中。 天一下来,大家都会跑回帐篷出去。 有句话说的好,怕啥来啥。 高原峡谷的天气多变,午饭后不久,就迎来了一场雨。 观察野生动物的计划泡汤了,于是我们只能把最后看到雪豹的希望寄托给了明天。 现在是早上6点50,在早上等饭的时候再赶紧休息一下这本《三江园国家公园自然图鉴》。 这上面全都是这边的动物,这边喝水的杯子都是雪豹。 森巴呢是这边藏族的主要的一个食物。 这个的材料就是用青棵麦,破成了面,然后掺着这个酥油茶,把它用手捏成这样,捏得不是很好。 看起来你那个不太乐观啊。 应该差不多可以吃了。 吃饱了本来就是熟了的早饭,我们再一次进入清晨的峡谷中。 不过今天我们似乎被好运之神眷顾了。 我们车停到路边,然后在悬崖上面大概200米左右,非常近的距离,看到了三头白春路。 白春路之所以叫白春路是因为它的嘴部是白色的,然后宫的路呢它会有特别大的脚。 然后这个脚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变成坚硬的白色,开春的时候就会脱掉,然后这个脚就会重新长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春路的脚还有一点毛绒的感觉。 我们一行三人因为看到并不常见的白春路都心情大好。 桑周说这个峡谷里,他最喜欢的就是白春路。 出生在这片峡谷里的他,观察动物是他从小就开始的喜好。 哇,三只都是宫的。 看着,看着出生的雪花。 有这个可能是吧? 运气好都有。 开许愿。 大家在宫坪上帮我们许愿。 我们正在用我这个长焦镜头当望远镜的石。 远处在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点。 都来了一只。 都来了一只。 哇! 我爬上来了。 我们看到了白春路跟颜阳群居。 欧颜阳打起来了。 白春路在这围观。 白春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来是否都吃了。 这里有两头白春路正面对面做的。 我们面对面一起来咀嚼食物。 互相看对方的吃播。 看到白春路固然开心。 但我们的初衷是要寻找雪豹。 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马不停蹄的在山谷中来回寻找观测点。 已经是数不清我们第几次来到这个山坡面前了。 然后这个山坡是观察到雪豹比较高概率的一个角度。 那我已经看看再说吧。 DN加一次观测无果。 我们再换一个观测点。 像他刚才说颜阳突然往上面跑了。 快快快。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两个小时。 我们刚才看到在空中盘前路就落在了颜阳刚才奔跑的那个点。 可能是等待着在雪豹猎杀完颜阳之后, 顺便也分一杯羹。 所以我们现在就死盯着那个点。 就我和下面的颜阳都在看向同一个方向。 今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一个小时。 雪豹啊雪豹你在哪里。 不过就算没看到雪豹也看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没有看到雪豹我们心里确实有很大压力。 也不能开大压力。 野生动物这种东西。 就是 雌云。 当最后一次看向这个山坡。 最后一次拐下山路。 最后一次开往桑州家里。 我们才真正确定了。 这次的行程是看不到雪豹了。 山谷里的日落总是来得更早。 当夜幕降临。 我们也迎来了在昂撒大峡谷的最后一夜。 这几天的生活和我们以往经历的都不一样。 我们经历过枯燥的等待。 惊喜的相遇。 也有很多次希望落空的遗憾。 但或许没有见到雪豹。 反而印证了他们并没有依靠人类而活。 与雪豹互不打扰地在同一时刻身处在同一片峡谷之中。 也未尝不是一场美好的相遇啊。 这是我们在昂撒的最后一天早上了。 要离开我们这个雪豹小屋了。 期待下次再来。 冬天再来。 能看到雪豹吧。 现在下来的冰泡。 我们的玻璃窝也在这里。 现在下来的冰泡。 我们的玻璃窝也在炸坏了。 我到达了我梦想的地方。 好像是藏羚羊 只有睡在这才能看到的风景 现在我们的小黑站在了彩虹里 青海片完美的结尾